海军稳步推进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体系培养 首批生长模式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日前通过着舰资质认证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余岁 是海军探索检验生长培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标志着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体系培养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 深秋的渤海湾 海风呼啸云飞浪卷 一架歼15舰载战斗机 由远及近向辽宁舰急速飞来 驾驶它的是首批生长期班飞行学员张雨亮 调整姿态放下尾钩对正跑道 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战机尾钩牢牢挂住拦阻所 在辽宁舰的甲板上画下一道巨大的V字 此次成功驾机着舰 张雨亮和其他飞行学员顺利取得航母骤歼着舰舰舰舰资质认证 光荣地成为航母舰载战斗机 伟钩俱乐部的新成功 海军首批生长模式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通过航母资质认证实现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 平均年龄最小 飞行时间最少 认证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 这批年轻飞行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余岁 是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中 直接培养出来的 这是海军探索检验斗机飞行员 生长培养路径的一次成功尝试 标志着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生长路径培养链路全面贯通 标志着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 双轨并行培养路径全面走开 对航母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从此次资质认证情况看 生长路径培养既大大缩短了 人才培养周期又提高了训练智效 势必成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近年来海军坚决贯彻军委决策部署 把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 作为推进海军转型建设的紧要大事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着力打造人才培养平台 先后制定出台 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一揽子方案措施 细化上百项任务清单 全面调整优化与生长模式相适应的 教学 训练和保障体系 逐步构建起舰载战斗机 特种机 直升机 空中战勤机和无人机 五位一体整体推进 以及改装生长双轨并行的培养体系 生长学员成功取得航母着舰资质认证 翻开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的新篇章 助推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 时尚快车道 标志着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 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军部队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凝神聚气 强击固本 扎实打基础 反复抓落实 第七十八集团军坚持以占领舰 抓舰未战 在把握信息化联合作战要求 和体系作战能力生成规律中 创新基层训练方式 从实战从南从沿衰打部队 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科尔沁草原 一场合成旅十兵十弹综合演练正在进行 坦克在快速行舰间 先后完成短停射击 与发射后转移目标射击 成功击中最远距离超市目标 挖掘装备的性能并不难 难就难在 不主动思考与研究 我们旅在暗钢私训的基础上 突破距离限制 突破时间限制 突破武器运行 通过训练与实战的无缝对接 找准战斗力生成的途径 随着新装备裂装速度越来越快 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战术性能 核心在用更在严 为此这个旅组织技术骨干专门成立公关小组 在摸透装备性能的同时展开专攻精炼 旅里制定了每个训练阶段的时间节点和任务目标 逼入我们攻堡垒破尖兵熬南关 全营不但全部科目无一人漏训 还自发成立了许多突破和公关小组 实现强军兴军的目标 根子在基层 力量也在基层 在前不久集团军召开的基层建设会议中 各单位代表书里总结出 30多个连以上单位的抓建经验 将基层战时政治成熟的建设规范下发部队 进一步完善战备训练设备 扩建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党的19届五中全会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目标越是远大 任务越是艰巨 我们知道基层建设既要有清醒沉着 也要有自信坚韧 确保一切工作为战斗力建设服务 人才是强军兴军的战略资源 也是基层建设的根本支撑 在前不久这个旅组织的一次 装部连实弹射击考核中 装部七连凭借骨干墙底子好 取得了第一名 而同属一个营的装部八连却成绩垫底 面对这样的情况 营张景博决定把融合的理念 创新运用到部队人才的管理和培养中来 发现问题后 我们进行了跨连队骨干调配 还指定了能力素质最强的教练员 全营统一任教 打破了连队与连队之间隔阂壁垒 在融字上下功夫 全面提高营队合力 最终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基层是最需要战斗精神 也是最能魔力战斗精神的地方 某炮兵旅董存瑞连官兵 跨越4000余公里远赴西北大漠 进行新弹种实弹射击 白天在装备里练操作 晚上回到帐篷内疏理总结 短时间内便掌握了新弹种的操作流程 技术特点和杀伤原理 新型远程多高火箭炮列装以来 我们三年打了三个新弹种 先后在沙漠 戈壁 草原等多种地形 组织训练演习 全部实现首发命众 首群覆盖 基层星 军队生机勃勃 基层稳 军队坚如磐石 组建三年来 该集团军大力推进夜暗 严寒 山地等条件下练兵 圆满完成跨越联合等系列士兵演习 和俄罗斯东方2018战略演习 通过基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了备战打仗能力不断跃升 昨天 中国第十一批 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第一体队 从石家庄正定启程赶赴任务区 开始执行为期12个月的维和任务 第十一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 是由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组成 一共编有331人 计划是编成两个梯队部署到位 在12号的18点左右 第一梯队的166名官兵 是到达了石家庄正定的国际机场 他们将从这里搭乘民航包机飞赴任务区 此次维和工兵分队共编有268人 从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 享誉全军的朱日和蓝军旅抽组而成 官兵们将在任务区内担负道路 桥梁 机场 掩体 简易营房修建 以及供水 供电设施维护等任务 根据任务区的特点 组织应急防卫模拟演练 战场救护 涉外礼仪 违和诱语等 多科目的专业训练 全面提高官兵遂行违和任务的能力 医疗分队以郑州联寝保障中心所处的 983医院为主组建 共编有63人 主要担负伤病原救治 后送和卫生防疫等任务 据了解 第二梯队165名官兵 将于北京时间12月7号 从石家庄正定启程赶赴任务区